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法医秦鸣》 无声的证词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二章 双尸弥暗 没有人性的怪兽 就隐藏在人群当中 Steven 金 天气渐热 也就进入了法医工作的旺季 有心理学家研究认为 夏季人们心情烦躁 极易被激怒 所以犯罪也就随之增加 的确 在我们法医的档案记录里 夏季的自杀事件 意外事件和命案发生的频率 都比其他季节高得多 所以 法医都不喜欢夏天 不仅仅因为活多的干不完 更仅为炎热的天气 带来的腐败加速 那个味道 总是让人几天 都回不过神了 我要是生在冰岛就好了 大宝分看着基层公安机关 送来的一起 高度腐败尸体案件的照片 说道 没有夏天 没有高度腐败尸体 在冰岛当法医 一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你就知足吧 我心不在焉地说 没把你生在非洲 你该谢谢佛祖了 一个月来 我总是被同几个恶梦所干扰 无法专心做事 噩梦的场景 总是大同小异 尖叫的女孩 看不清面目的男人 哭泣的老人 围观的人群 自从铃铛将笑笑的故事 告诉我之后 这件悬案 便成为了一根鱼刺 时不时的 哽在我的喉头 但案件 总是连续不断 我一直没有机会 好好调查这起陈年旧案 或许现在 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坐在电脑前 打开省厅的系统 在被害人系栏中 输入林笑笑的名字 多亏了强大的 协同办案系统 案件资料 很快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一天发生的故事 和铃铛说的 大致相同 那时候还在住校的 中学生林笑笑 晚上离开寝室 去上厕所 这一去 就是两个多小时 寝室熄了灯 她还没有回来 同屋的女孩们 出去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的 后来便报了警 警察找到半夜 在厕所后面的树林里 发现了林笑笑的尸体 档案里 当然也有现场的照片 第一张是个全景 现场在一个阴森的小树林里 四周黑乎乎的 隐约只能看到一团红色的影子 下一张近距离的特写照片里 林笑笑的惨状 才醒目地出现在面前 她整个人俯博着 长长的绣发 遮盖了她的面容 双手被一条绿色的尼龙绳 反捆在背后 她上身的红色睡衣 凌乱地散着 下身却是赤裸的 睡裤和内裤 都散落在尸体的一侧 林笑笑的双腿岔开 腿下的泥土 有明显的灯擦痕迹 看来这就是她遇害的第一现场 如果林大的叔叔 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 怎么可能不被狠狠刺激呢 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 也附在档案中 报告里写着 发现死者口鼻腔变形 口腔和气管里有泥土杂质 分析死者的面部 被凶手按压在软泥土上 导致机械性窒息 双手捆绑处 以及阴道内的损伤 生活反应不明显 也就是说 凶手是把林笑笑 挟持到案发地点后 将其面部按压在泥地里 直到她窒息不再挣扎后 恐其未死 所以捆绑双手 然后实施将监 其实 这个时候 林笑笑已经死亡 凶手 是在监视 这么看来 案件不难了 我心里想 简单几张照片和鉴定书 我就基本还原出了凶手的作案过程 为什么林笑笑的案子 一直没破呢 我接着往下翻看 直到看到证据一览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案子 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 没法甄别犯罪嫌疑人 不对 既然是强奸案件 经班总是有的吧 为什么没有提取到生物剪裁呢 看死者的阴道损伤 以擦伤为主 且损伤分不均匀 不像是猥胁 而应该是尖尸啊 为什么找不到证据呢 正当我泄入沉思的时候 钱税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是师傅 让我到他办公室去 正好 我去问问林选的事 我关掉林笑笑的案子的窗口 对大宝说道 这几年 明安现场的初刊 主要是师傅带着我跑 两个人工作压力巨大 所以我们准备 从基层公安机关 临选一名法医 加入我们省厅法医科 最为理想的人选 当然是大宝 他在省厅的一年学习期将满 留下他是我们的愿望 但一进门 师傅就给我泼了冷水 告诉我临选考试和面试 并不由我们做主 凭什么我们用人单位 没有自主权呢 我不服气地嚷嚷 林选是有正规的组织程序的 师傅皱起眉头 这样做都是为了公平公正 不然人家政治部 凭什么帮你干活 你想要谁就要谁 那还不乱了 什么公平不公平啊 我说 我就想要李大宝 李大宝 师傅刺着牙 笑着说 你就是想要李昌玉也没用 也得考试 别废话了 让大宝专心备考 你赶紧准备准备去听堂 昨晚听堂市区发了命案 一死一伤 兴致恶劣 破了案 再说别的事 看上坊无果 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听堂市案件的始末 低头 兴兴地回到办公室 默默地收拾着现场 勘察用具 没事 大宝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我努力就是 我突然站起身 解下腰间的皮带 抄了一下桌子 说 别废话 复习 快 一路无语 我很快就驾车赶到了听堂市 已经结束了在省厅学习的 听堂市公安局法医赵雄 站在高速出口 翘首等着我 几个月没见 我下车和他亲舍地搭了搭肩 一死一伤 还要我们法医来吗 我说 犯罪过程 伤者不都可以亲属吗 不需要现场重见吧 是啊 林涛下了车 捋了捋头发 附和着说道 哎 别提了 赵勇说 死的是那家的老婆 警察到的快 老公当时没死 昨夜抢救了一夜 尽早醒了 感觉意识不太清楚 警方还没谈几句话呢 刚才你们还在路上的时候 死了 死了 我大吃一惊 这一死一伤的案件 变成两人死亡的案件了 是啊 赵勇说 伤者被诊断为心脏破裂 昨晚急诊进行心脏手术 术后病情一直不稳定 今早突然心脏骤停 就死了 死者是什么人 我问 死者是老两口 都是小学老师 平时为了低调 也没发现有什么仇人 赵法医说 凶手是上门同仁的 可以排除是警裁吗 听说两个人都死了 我急于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以便在进行现场勘查之前 做到心中有数 不可能是警裁 赵法医说 男死者生前和侦察员说 凶手进门就逗人 什么话都不说 而且捅弯人就走 我默默点头 动作简单 干净利索 应该是抽杀了 怪就怪在这里 赵法医说 老两口生活很简单 侦察员查了一夜 一点矛盾都没有摸出来 没有任何产生 因仇杀人的因素 难不成是杀错了人 我背后量了一下 如果是报复错人了 那就不好查了 我们先去局里 看看侦察员 在男死者抢救后 清洗的时候 询问他的录像吧 我点了点头 算是对厅堂室公安局 取证意识强的赞许 到了市局法医室 赵勇拿出了一张光盘 塞进了电脑光具 很快 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 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的场景 我晃了晃脑袋 总觉得自己是在看电视剧 ICU里的一张病床上 躺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性 白色的被子盖到井下 被子的一旁 伸出各种管子 电线 一旁的监护衣上 扑腾扑腾的跳着一个黄点 男人鼻子里也插着管子 疲惫的半睁着双眼 床边坐着两名便衣警察 其中一位问 我们经过医生的允许 向你问几个问题 你觉得可以回答就回答 觉得不是 我们随时终止谈话 男人无力地点了点头 警察问 昨天你受伤的经过 是怎么样的 十点多 有人敲门 我开了门 进门就 疼我 说完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几个人 你认识吗 一个 一个不认识的匹子 知道他为什么同理吗 男人摇了摇头 他长什么样 黑衣服 白衣服 平头 其他 不记得了 个子有多高呢 胖还是瘦 有没有什么特征 到底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男人 又摇了摇头 你有什么仇家吗 或者最近 得罪了什么人 男人沉默了半晌 摇了摇头说 我活了一辈子 从没输过敌人 这时 可能是警察注意到了男人面色的异常 突然站起来 握住了他的手 并招呼另一名警察 去喊医生 十几秒后 几名医生护士冲了进来 对男人实施急救 最终 医生直起了上身 一边摇了摇头 一边开始收拾气息 我看得头皮发麻 虽然是做法医的 整天面对死亡 但在医院实习期结束以后 我就再没见过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逝去的过程 我定了定神 问 他突然死了 不会是询问给问的吧 家属 没招警察麻烦吗 赵勇说 死者家属 情绪比较激烈 强烈要求我们去询问死者 要尽快破案 不然 我们不会贸然去问的 而且 他们经过了医生的允许 才去问的 为了防止意外 才加了摄像机 没想到 真发生了意外 啊不 也不能说是意外 后来医生说 他生前有冠心病 加之这次外伤 导致心脏破裂 虽经手术 但不可预测的后果很多 随时可能心跳骤停 和询问无关 我的心里稍感安慰 点了点头 脑子里想的 全是男人说的 那简短的几句话 从这段视频里 只能知道凶手 是进门就杀人 杀了就走 林涛说 还有就是 凶手是个平头 连衣服都说不清楚 信息量太少了 我一直在想 赵法医说 他那个时候 不会是出现幻觉 见到黑白无常了吧 我承认我的笑点低 虽然知道这个时候 实在不该笑出来 但还是被赵法医 一脸严肃 却说出这么有想象力的话 都笑了 那个时候 他的神志确实不太清楚 和黑白无常 有什么关系 这种情况下说的话 不能全新 厅堂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长许健 突然走进了法医室 打断了我们说话 哎哟 省厅领导来了呀 看完录像了 那我们一起听听 专案组介绍情况吧 专案会上 主办侦察员 介绍了案情 男性死者杨峰 五十三岁 女性死者曹金旭 四十九岁 是夫妻俩 都在试宏旗小学教书 杨峰教六年级数学 曹金旭教三年级语文 两人有一儿一女 都在省城上班 家里人都为人低调温和 从不和人发生矛盾 经过昨晚和今天上午的调查 没有发现任何情仇矛盾关系 昨晚十点三十分 宏旗小学教工楼附近的小店 刚准备关门 店主看见杨峰 从楼道里冲了出来 满身是血 然后倒地不起 就报了案 派出座民警到达的时候 看见杨峰 咽咽一息 就立即拨打了120 救护车到达后 把他送到了医院 另一组民警 从小店老板那里得知 他是楼内住户 就上到卫学二楼的现场 发现房门大开 客厅内侧的卧室门口 躺着一个女人 随行的医生经过抢救 没能挽救女人的生命 徐之队捕中说道 案情就是这样 看似很简单 其实很难 没有任何线索 现场附近两公里内 都没有监控 死者家邻居 也都称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没有看见过任何陌生人 毕竟这个时候 现场又处于市郊 附近路上 没有什么行人了 我点了点头 说 不浪费时间了 去看现场吧 现场 位于厅堂市城郊 横旗小学校园后侧的 教宫楼 这是由三栋并排的 四层小楼 组成的一个小院子 东西两侧都有门 楼后楼前都有围墙 东侧的门旁 有间自建的平房 是一家小超市 楼房是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建的旧楼 楼道里很黑 即便是白天 也是这样 中心现场 位于中间一栋小楼的二楼 为了不妨害 其他住户的出行 楼道没有封锁 派出所派出的民警 端了把椅子 坐在门口守着现场 借我们到来 派出所民警 赶紧起身 开了房门 虽然房屋很老 但是内部结构 居然比较符合 现在的潮流 可见在当时 这样的房屋结构 一定属于极其另类的 一进房门 我们就站在了一个比较大的客厅的最西侧 客厅东北侧墙壁 靠着一套沙发 客厅的东侧是两间卧室的门 现场是水泥地面 有很多残破的地方 客厅中央的桌子上 堆放着杂物 整体感觉这间房子 一点也没有书香门第的气息 更像是独居懒汉的巢穴 房门口的地面上 有一滩不小的血泊 沙发和墙壁的夹角处 也有成片的滴落血迹 形成的血泊 两滩血泊之间 有密集的滴落状血迹 一大滴一大滴的 没有明显的方向性 沙发另一侧 靠卧室门口 有一大滩血泊 血泊 还有托擦的痕迹 那里就是女死者倒地的位置吗 我指着卧室门口的血泊问 现场的横检员点了点头 林涛看了看地面 说 现场怎么这么多血脚液 横检员说 这些我们都仔细辨别过了 全是难死者 和参与抢救的民警 医生的足迹 没有发现陌生足迹 林涛说 不可能吧 现场有这么多血 凶手怎么会没有留下足迹 我说 有可能 如果凶手动作简单 捅完两个人就走 血还没来得及在地面堆积 当然不会留下血足迹 我沿着血迹绕了现场客厅一周 接着说 另外 血迹全是低落转的 没有任何喷剑种血迹 应该是没有伤到大动脉 伤的都是重要脏器 既然没有动脉喷剑血 凶手身上不一定有多少血的 手法相当狠辣呀 林涛说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我招了招手 让林涛过来 我们俩一起蹲在沙发和墙壁的夹角处 我说 你看 这里的低落血非常密集 但是这里怎么会有低落血呢 林涛看了看大门口住的血泊说 是啊 这里离大门口有五米多远 死者说凶手是进门就捅了他 那这滩血是谁的呢 我摇了摇头 说 不对 我就说过 神志不清楚的时候 询问是没有用的吗 我觉得凶手不是进门就捅人 而是在沙发这边捅人的 我和林涛一起沉思了一会儿 我说 如果是在门口捅了人 为什么死者受伤后 又走回沙发旁边 然后才跑出现场呼救呢 这不合情理啊 林涛点了点头 我想了一下 又说 不对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凶手在门口就捅了男的 然后看见女的在卧室门口就走进去捅女的 这个时候男的受伤了 忍着痛往里面走 应该是想救女的 走到沙发西侧这台血迹的地方的时候 发现凶手已经捅伤了女的离开了 男的就在这里站了一会儿 恢复体力 然后拼尽全力跑出去呼救 林涛说 你说的这种可能 完全可以解释血迹形态 但是解释不了痕迹形态 你看 沙发西侧的血泊和大门口的血泊之间 有隐靴的血足迹 是男死者的足迹 足迹是朝大门口的 也就是说 男死者是从沙发西侧往大门口走 我们并没有发现 从大门口往沙发走的足迹啊 我点了点头 说 是的 男死者如果从大门口往里走去救女死者 应该有一定的速度 血迹的低落不应该是这样基本垂直的低落状态 这两滩血迹之间的低落血全是垂直大低 应该是大量出血 人缓慢移动式低落的 林涛说 但是你说的那种英雄救期说也不能完全排除 说不定他就是缓慢地移动到沙发西侧 又缓慢地移动到大门 然后奔跑出去呼救 恰巧又没留下血足迹 毕竟男死者生前自己说了是在大门口被捅的 大门口又有血泼 还是符合的呀 是的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我说 判断这个有意义吗 林涛说 我笑了笑 指了指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袋子说 你看了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吗 林涛显然还是没有看 立即好奇地掀开袋子口 说 哇 这个小学老师生活不错呀 喝五粮液 我说 也不一定是待遇好 现在的老师都吃香 独生子女的家长 当然希望老师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给老师送点礼物也正常 林涛说 你不会怀疑 是凶手给死者送五粮液吧 我说 如果死者是在沙发这里被捅的 那么很有可能 是有人来送礼时发生的大斗 如果是在门口被捅的 这两片五粮液 就和案件无关了 我倒是觉得 不可能是凶手来送礼 林涛说 如果是凶手送礼时发生口角 激情杀人的话 男死者生前 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提呢 他说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痞子捅的 他再神志不清 也不会幻想是个痞子捅的吧 至少要说是个家长 或者说是个送礼的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还是继续找找别的线索吧 我回头对狠检员说 现场提取的血迹 进行DNA检验了吗 许之队的声心 突然在门口响起 做了 结果刚出来 我就来向你汇报了 我笑了笑 问 有什么惊喜的发现吗 许之队说 非常遗憾 和我们设想的一样 楼道里 一直延伸到小店附近的低落血 全是男死者的 现场大门口 沙发西侧血泊 以及两滩血泊之间的低落血 全是男死者的 沙发东侧 两扇卧室门门口的血泊 全是女死者的 我沉思了一下 说 你们提取了多少 我们把现场有血的地方 分了五个区域 每个区域提取了五份 一共就提了二十五分剪裁 我摇了摇头 说 太少了 现场这么多血 只提二十五分 不能全部代表了呀 许之队说 沙发医 你不是指望我们 能在现场提到 犯罪嫌疑人的DNA吧 现场这么多血 雄手动作很辣 现场停留时间很短 即使他受伤了 留下一滴两滴血 在这么多血迹中 找到犯罪分子的血 岂不是大海捞针啊 更何况 雄手有没有受伤 我们还不知道呢 这个概率也非常小啊 我没在争辩 就现在掌握的情况 的确还无法做出 对案件有帮助的推断 我凭空指责别人 现场剪裁提取少了 许之队当然会不服气 看来能不能找到 有用的线索 全看下面的尸件了 我脱下手套 和许之队握了下手 又拍了下林涛的肩膀 说 你们继续在现场加油 我和赵法医去殡仪馆了 先看看尸体再说 看过那段录像之后 再看到解剖台上的尸体 我的心里非常不识滋味 眼前的这个男人 早上还在温暖的病床上 安静地躺着 下午就躺在了冰冷的解剖台上 生与死 只有一线之隔 一切又都发生在眼皮底下 就算是法医 也有点难以接受 为了克服这种心理障害 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决定先对女死者 曹金旭的尸体进行检验 曹金旭的损伤很简单 凶手一刀贯穿他的睡衣 在他右侧上腹部 形成了一个黑洞洞的窗口 抬动尸体的时候 腹腔的鸡血 还在鼓鼓地往外流 赵勇打开死者胸腹腔的同时 我仔细地分离着死者的颈部肌肉 损伤很简单 赵法医说 单身刺器 一刀从肋间隙刺入 导致肝脏破裂 腹腔机械 赵法医用勺子 咬出腹腔的血血 说 至少一千毫升 肝脏贯穿了 应该是伤到了肝门处的动脉 我没有吱声 赵法医说 你在干什么 这具尸体 好像没有什么功果好做吧 凶手一刀致命 我摇了摇头 说 怕是没那么简单 我剥离出死者的胸左乳突击 左右两侧的颈部肌肉中断 豁然可见片状出血 我又用止血钳 夹起死者的嘴唇 在牙龈和口中的交界部位 也发现了乌黑的出血区域 有五鸦口鼻腔和夹壳颈部的动作 但是尸体没有任何窒息的真相 凶手应该对曹金旭有一个控制的过程 我示意赵法医过来看 嗯 赵法医说 杨峰先受了伤 曹金旭出来呼救 这时候 凶手控制了曹金旭 也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价值呀 我想了想 觉得自己的推断还不成熟 便没再说话 接着 我们解一下了尸体的颅腔和背部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们俩互相配合着 缝合了接口 又默默地 把杨峰的尸体 抬上了解剖台 杨峰是从ICU 直接送来殡仪馆的 全身赤裸 倒是省去了脱衣服的麻烦 他的胸口 有一条缝合的手术疤痕 疤痕的附近 还有一些小的缝合的窗口 这条手术窗口 没有皮板 我拆开手术缝线 说说明这窗口是医生留下的 不是原有的窗口 他的致命伤不在胸口 可他是死于心脏破裂 赵法医说 我取了探针 依次探查 驱干的几处小窗口 沿各个方向 检测窗口的深度 忽然在某一处 探针陷入了窗口深处 我小心地拨动着探针 感觉到探针的顶部 碰到了内脏 就是这里了 我指着死者左侧 纪类部的一处窗口说 这一处统计了胸枪 方向是斜向上的 赵法医点了点头 我随即沿着死者 胸部的正中线联合 切开了他的胸腹腔 露出了红白相间的肋骨 和粉红色的腹腔内脏 死者纪类部 和腋下的这六处窗口 应该都是胸手筒的 和手术无关 赵法医说 我点点头表示认可 窗口形态一致 窗角一对一锐 符合单身刺器 形成的创伤特征 窗口的长度 在三厘米左右 所以胸器的韧宽 也是三厘米左右 和曹金旭肚子上的 窗口形态一致 应该是同一种工具形成的 赵法医说 不过这也是白说 一个人 哪会带两种工具来杀人呢 是不是啊 这把刀很快啊 我没有回答赵法医的话 仔细地分离着 每一处损伤 六处损伤 五处没有进入胸腹枪 没进入胸腹枪 还敢说刀快 赵法医笑着凑过头来 看我分离的每一处窗口 这个凶手其实挺背的 我说 你看 这六处窗口 五处都是直接顶上了肋骨 刀刃 要么就是憋在两根肋骨之间 要么就是沿着皮下走 没有进入胸腔 其实起作用的 就是这一刀 我拿起探针 从刚才发现 纪肋部的那处窗口伸进去 查看探针的走向 很快 探针就通过肋骨 进入了胸腔 然后一直延伸到了心包的位置 我说刀快的原因是 我补充道 勇哥你看 这致命的一刀 正好从两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 刀刃的这一面肋骨断了 说明这把刀的锋利程度 足以切断肋骨 那其他几处刀伤 为什么没有刺断肋骨 赵法医问道 你仔细看 我说 这几刀的方向不对 没有能够对肋骨施加压力 只有其中一处 憋在了两根肋骨之间 虽然没有进入胸腔 但肋骨上也留下了肖狠 赵法医点了点头 表示认可 心脏确实破裂了 这样的损伤 即便做手术也很难救火 哎 刀歪一点就没事了 我们没有再说话 一击打开了杨峰的颅骨和后背 再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损伤 和曹金玉不同 杨峰的颈部和口唇是完好无损的 我们默默地缝合 默默默地把尸体抬上停尸床 默默默地把尸体推进冰箱 这件案子的细致末节在我的脑海里流动着 却很难拼击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脱下解剖符 我和赵法医并排站在灌洗尖里 默默地洗着手 这个案子 好像法医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赵法医先开了口 死伤简单 保释出了死亡原因 智商工具 我们没法再确诊其他线索了 死亡时间都已经明确了 我冲着手上的泡沫 需要我们解决的 就是犯罪分子刻画的问题 他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我们能做的基本都做完了 赵法医关上水龙头 说 其他的是不是有些勉强了 这种事 推断对了还好 推断错了 案子破不了的责任 可就全推给法医了 赵法医说的是实情 我摇摇头 一切都是为了破案嘛 我们必须做到 自己力所能及的 就算有失误 就算会被批评 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不做分析了呀 你是省厅领导 赵法医耸耸肩 你说做了没事 那你就多说点嘛 我们洗完了手 坐上勘察车 天色已经渐渐黑了 赵法医和司机商量着 晚上去哪里吃饭 我的脑海里闹哄哄的 根本没有听清 他们在说什么 车子引擎启动的刹那 我突然灵光一闪 脑海里的那团迷雾 瞬间消散的一干二净 我定了定神 开口道 勇哥 我觉得通过尸检 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 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句话就像是投进水里的一枚炸弹 他们的讨论 戛然而止 赵法医猛地转过身来 双眼放光 开口就问 哪四个问题 我笑了笑 法医都是这样 发牢骚归发牢骚 想要破案的迫切心情 却不会因为牢骚而改变 首先 我打开手中的矿泉水瓶 喝了一口 说 凶手的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报复 他的初衷 不一定是置人于死地 赵法医想了想 点头赞头 没错 死者身上 虽然被捅了好几刀 但位置都是在夜下和寄类部 都不是朝着重要的藏区去的 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以后的定罪量刑 起关键作用 这个作用可能不大 我笑着说 上门杀人 杀了两个 估计也是难逃死罪 我是想通过凶手的行为 分析一下他的心态 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嫌疑人 赵法医点了点头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等待着我的下一个分析 我接着说 第二 我认为凶手是右手吃刀 而且他的右手 可能受伤了 赵法医在省厅学习过一年 对这种判断思路并不陌生 他点了点头 说同意 死者的损伤 位于左侧腹部和左侧腋下 这就意味着凶手是右手吃刀 和他正面接触 如果是左手吃刀 没法形成这样方向的损伤 也不可能是左手吃刀 从死者背后袭击 我补充到 尸体上的六处损伤 三处顶上了肋骨 两处刺断了肋骨 这说明凶手用的力量很大 刃宽三厘米的小刀 一般都没有护手 所以凶手捅人的时候 他的手会随着用力而向前滑动 之前我也说了 这把刀很锋利 紧握小刀的手 一旦滑动到了刀刃的部位 就很有可能受伤 嗯 赵法医说 这个不用解释了 我完全赞到 那么 第三点呢 我清了清嗓子 接着说 第三点 我认为凶手 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或者说 就是死者的学生家长 什么 赵法医一脸惊鹤 这可涉及侦查方向了 有什么证据吗 勇哥别急 你先听我分析 我笑了笑 说答 之前 我和林涛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杨峰究竟是像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一开门就在门口遭到了袭击 还是走到沙发附近 才遭到了袭击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的确也很难辨别 因为两处都有血泊 和低落状的血迹 那你是怎么判断的呢 从血迹分析来看 杨峰应该是在沙发附近受得上 我说 我仔细地观察了血迹的形态 沙发附近的血迹 是以一大滴一大滴的低落血迹为主 血迹周围的毛刺较长 说明低落的位置 离地面比较远 也就是受伤部位比较高 而大门口的低落血迹 则毛刺较短 说明受伤部位比较低 这就正好与人受伤后的移动轨迹相吻合 体力急剧下降之后 人的身体重心也会下意 杨峰受伤后往外走 体力不支 很有可能就在门口蹲了一下 积攒体力再跑出门去呼救 你这样说 我也想到了一点 赵法医说 如果是一开门就被捅了一刀 杨峰还站在大门口 应该会叫喊吧 邻居能听不见声音吗 我点了点头 说 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证据 赵法医瞪着眼睛 等着我说话 我卖关子似的喝了口水 笑了笑 说 不知道 你注意到了没有 男死者身上的损伤 有个特别显著的特征 赵法医想了想 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于是摇了摇头 我解释道 你看 杨峰的身上有六处损伤 三处在积累部 三处在夜下 都在左边 每两处窗口之间的距离 不超过二十厘米 这六处窗口 你不觉得 我于集中了吗 明白了 赵法医豁然开朗似的交道 进入现场的大门 就是广阔的客厅 如果凶手这个时候用刀子捅人 那么杨峰有足够的空间去躲避 那样就不可能形成密集的窗口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补充到 凶手应该是先刺了杨峰的左侧上腹肌类部 杨峰反射性的抱头躲闪 才会把左侧的夜下暴露给凶手 这说明死者被捅的时候 根本没有空间去躲避 只能反射性的保护自己 赵法医的眼睛里 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沙发西侧的大批血迹 就是位于沙发和墙壁的夹角 如果杨峰是在这个位置被刺 就没有空间躲避了 如果杨峰是在客厅里侧的沙发旁边被人刺伤 而客厅的地面又没有打斗的痕迹 那么说明这个凶手是可以和平借助杨峰家里的人 换句话说 是杨峰把凶手引入了客厅 我继续说道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这起案件 和沙发上放着的两瓶五粮液联想到一起了 你是说凶手是来送礼的 是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般人不会把这些高档礼品 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 杨峰是个老师 更不会破坏他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 如果他收了家长的礼品 不会放在大庭广众之下 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刚收到礼品 还来不及收起来 这样 结合前面的分析 我现在非常怀疑凶手 就是来杨峰家送礼的学生家长 我还有个问题 赵法医看来已经基本同意了我的观点 如果是家长 那么杨峰应该认识啊 那民警询问的时候 他为什么说凶手是个自己不认识的痞子 我沉思了一下 说 这个 确实不太好解释 有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 老师未必能认权学生的家长 所以凶手可能只是自爆家门 说自己是某某的家长 就进入了现场 而杨峰确实不认识他 第二 杨峰在接受询问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死了 也没想到自己会死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剧 可能会对这个情节进行隐瞒 哎 他这样隐瞒 可就鼓露我们公安呢 赵法医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 那你的第四个推断呢 我觉得凶手可能不止一个人 我说 不止一个人 赵法医说 怎么可能啊 死者说了 是个不认识的痞子 说明就只有一个人啊 而且两名死者身上的刀伤 都是一种工具形成的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人 死者说一个不认识的痞子 指的只是捅他的人 第二个人 未必动了手 我说 后来死者还说了 黑衣服 白衣服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是在描述一个人穿着黑衣服 一个人穿着白衣服 赵法医皱起了眉头 这个推断 很难让人信服 我接着说 我的主要依据 是曹金玉身上的损伤 除了右侧腹部的一刀以外 他的颈部和口腔粘膜 都有损伤 尤其是颈部 两侧的肌肉都有出血 嗯 那说明什么呢 两侧颈部肌肉都出血 口腔粘膜还有出血 我觉得 一只手是完成不了的 必须要有两只手 才能完成上述的损伤 哦 赵法医这才点了点头 你是说 凶手如果用手 同时掐住曹金玉的颈部 按住他的嘴 那么他就没有第三只手 打到捅人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赵法医真是一点就通 我怀疑 是在凶手刺伤阳风的时候 曹金玉从床上惊醒 跑了下来 这个也有依据 曹金玉穿着睡衣 却没有穿鞋 这符合紧急情况下床的表现 曹金玉慌慌忙忙地 光着脚下床 跑到博士门口 看见阳风受伤 就会忍不住叫喊 这个时候 另几名凶手 就上前武鸦他的嘴巴 掐饿他的脖子 一般武鸦口部的目的 都是防止喊叫嘛 控制住他以后 拿刀的凶手 已经刺了阳风六刀 于是过来 刺了曹金玉系刀 刺完 两个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你的现场重建 听起来 可真像那么回事 赵法西说 当然 这只是猜测 我说 要确定有两个凶手 还需要更确切的依据 车子里 又陷入了沉寂 司机缓缓地开着车 我和赵法医 咀嚼着刚刚讨论的几点分析 努力想要从中 找出新的线索 赵法医率先打破了沉默 他说 可是 现场勘察提取了几十处血迹 全是杨风和曹金玉的血 包括楼道里的低落血迹 都提取了好几处 也没有发现第三人的血迹啊 我倒是有新的想法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凶手用的 可能是弹簧刀 这个有点玄乎吧 赵法医说 作为法医 我们只能说是 刃宽三厘米左右 长十厘米以上的单刃刀具 不能肯定地说 是哪一种刀具啊 我有依据啊 我说 首先 凶手携带的刀具 应该是一语隐藏的 对吧 不然杨风就不可能 让他进入客厅了 所以凶手敲门的时候 刀应该是藏着的 大夏天的 衣服上的口袋也不多 既然能把那么长的刀藏住 说明刀必须是可以折叠的 不能折叠的刀 放到口袋里 岂不是会伤到自己 赵法医点点头 我接着说 第二 这把刀从折叠状态 变成伸直状态 必须要快 杨风的手臂上 没有抵抗伤 说明被攻击的时候 是出其不意的 凶手掏刀 把刀刃伸直 必须要在杨风 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完成 一般的折叠水果刀是很难完成的 我喝了口水 接着说 第三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杨风身上的六处窗口 方向都是上锐下盾 也就是说 凶手拿刀的时候 刀刃是朝上的 几刀刃是朝虎口部位的 这不符合一般人的拿刀习惯 一般人拿刀 刀刃是朝下的 几刀刃朝四指 如果是弹簧刀 按了按钮 刀刃从刀柄里弹出来 必须是从拇指和四指之间弹出 这样握刀 刀刃就是朝上的 有道理 赵法医说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认为弹簧刀的可能性比较大 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 你怎么看 别急 我接下来就说这个 我说 既然是刀刃朝虎口部位 凶手又有可能受伤 那么他受伤的部位 应该就是虎口 虎口位置血管丰富 一旦受伤 必定有较多的出血量 所以凶手的血 肯定会遗留在现场 可是 现场确实没有找到凶手的血啊 赵法医说 我早就说过 前期提取的血远远不够 因为在现场那么多血迹里 发现相对少得多的凶手的血 无异于大海捞针 很难 我有个办法 别的事儿了 我和赵法医信部留到的公安局 找了台公安内网的电脑打开 想看看协查的情况 如果明天能在现场外找到凶手的血迹 下一步就是将血迹的分析结果 录入系统 看看能不能串并上其他的案件 如果能顺腾摸瓜 发现凶手的身份 那么案件也就迎胜而解了 想到这里 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林笑笑 她的死 会不会也和别的案件有关联 我禁述了串并案件系统 在受害者姓名栏里 填上了林笑笑三个字 刚刚点下确定案件 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屏幕上竟然出来了三起其他案件 串并了这么多 我忍不住自言自诩到 心中充满疑惑 算上林笑笑被杀 这起案件在系统里 已经被命名为云泰案 直接用地名来命名 可见当初这案子的确不小 案件的串并 一般都有确定性的证据 但云泰案的证据并不完整 依据的是作案的手段 和侵害对象的共同点 四起案件的受害人 都是正在上中学或大学的女生 施暴的地点 也都在公共厕所附近 所有受害者都是俯卧着 双手被捆绑在背后 死于机械性窒息 都有被监尸的迹象 却找不到经班 四起案件中 两起发生在云泰市 一起发生在云泰市所辖的云线 另几起发生在云泰市的林县 龙都县 这个云泰案看起来 确实不那么简单 发了四起都没有侦破 在命案逼迫的年代 确实是很少见的 这系列案件 究竟是因为什么 才陷入了困境 正在胡思乱想 赵法医走了过来 问我 今晚的专案会 怎么参不参加 我说 不参加了 困了 回去睡觉吧 明天有了发现 再和他们一起说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 我就和赵法医来到了现场外的小院里 这个小院子的东西两边都有门 西门门口有个小超市 当时也是超市的老板 发现阳风冲出楼道 倒在地上了 说明凶手 应该不是朝西走的 这个问题 我昨晚已经想得很成熟了 那么凶手 肯定是从院子的东门离开的 我们就沿着他逃离的路线找吧 有了方向 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们动用了先进的寻找血迹的仪器 不出半个小时 就听见赵法医大喊 看 找到了 在凶手离开的路线上 我们找到了七八滴连续的低落状血迹 非常新鲜 但是离楼房很远 为什么血迹这么孤立 赵法医问 我觉得吧 我说 可能是凶手离开楼道的时候 捂住了自己的伤口 走到这里的时候 捂住伤口的手松开了 所以伤口会继续往下滴血 不要满足 要继续找 果然 用同样的办法 我们在阳风家的楼道里 发现了几小滴血迹 这几滴血迹 在阳风流下的大滴大滴的血迹旁 虽然不起眼 但还是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也很可疑 我说 提取 赶紧做DNA DNA检验很快开始进行 与此同时 我和赵法医仍在坚持不懈地 寻找可疑的血迹 夏季的烈日 很快烤得我们汗如雨下 但我们一刻也没停 一直找到下午时分 才惋惜地发现 的确再没有其他可疑的血迹了 但是之前找到的这几滴血的 DNA检验结果一出来 还是让我们彻底兴奋了 这几滴血不属于任何一位死者 而是属于一个陌生的男性 勇哥 走 我眉飞色舞地喊道 我们马上去专案组 在专案会上 我把之前通过现场勘查 尸体检验得出的几点推断逐一阐述 并且说明了理由 我信心满满地说完了全部的依据 并没有迎来想象中雷动的掌声 反而是一片冷场 专案组成员一个个瞪着眼睛看着我 好像彻底被我的推论给绕晕了 似乎有些异议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这诡异的气氛 直到DNA室的阮主任冲进了会议室 才被打破 阮主任眉飞色舞地说 病设了 专案组成员的注意力 全部被阮主任吸引了过去 许致对急忙问道 身份清楚吗 这就是法医的悲剧 法医累死累活地干一整天 较劲脑汁的推断 还不如DNA实验室的一次串并 我经常说法医是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其他形式技术 都是看到仪器出什么结果 就下什么鉴定结论 只有法医和横检两个专业 是要凭着经验和主观认识 拼了命地推断 推理 猜测 猜对了还好 一旦猜错了 名声可能就此臭了 很多领导在意的 是DNA结果有没有做出来 而对法医辛辛苦苦 在现场和尸体上提取 DNA检裁的过程 并不感兴趣 阮主任很自豪地说 身份清楚 谁是一个叫红正正的 22岁男子的 该男子是本地人 长期在外打工 去年因为打架斗后被处理过 恰巧也去过他的血腺样本 许之队主安偷对我说 秦阁长 冒似你的推断错了 嗯 我仍沉浸在那种不公平的情绪当中 被许之队这样一说 更是愤然 我哪条推断错了 你刚才说凶手 可能是家长 许之队眯着眼睛说 现在看来凶手才22岁 孩子不可能都上六年级了吧 侦察员中传来一阵嬉笑 我脸一阵红一阵白 但是依旧稳住情绪 坚持到 我说过 我认为本案作案人数 应该是两人 这个洪郑者 只是其中一人 另几人 不能排除是学生家长 许之队哼哼一笑 并没有接我的话 只是轻声地 对侦察员们说 先去把洪郑者抓回来 就什么都搞清楚了 我打断了许之队的话 那家长不查了 许之队说 查家长的那组人 现在终止任务 去抓洪郑者 把他抓回来 剩下的事都好办 我没有再辩驳 郁闷的和散会的侦察员们 一起走出了专案组会议室 一下午的时间 我都坐在市局法医室里 反复看着电脑上 云泰汉的照片 照片乱糟糟地塞在脑子里 理不出任何头绪 仅凭这几组照片 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破案 更没法去甄别犯罪协议人 可能这也是该系列案件 至今没有破获的原因吧 此日凌晨 灵馆的电话响起 使照法医打来 告诉我洪郑者已经到案的消息 洪郑者右手虎口处确实有伤 现在侦察部门正在对他进行突击审讯 我朦胧着双眼 吼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继续睡觉 因为忘记定闹铃 一觉醒来 居然已经上午十点了 我急忙洗漱完毕 跑去了市局法医室 你是不是早上给我打电话说 洪郑者抓到了 我不敢确定凌晨接到的电话 是真事还是梦境 于是问了赵法医一句 赵法医笑着说 年轻人就是好 水眠好才是真的好 是啊 抓到了 不过到现在一个字也不交代 不交代就行了吗 我说 我们有证据 话还没有说完 我的表情就僵硬了 我仔细地想了想 说 勇哥 不对 我们没证据 怎么说 赵法医一脸惊鹤 问道 楼道里和逃离路线上 都有他的血呀 我摇了摇头说 所谓的证据 要有排他性 必须能定死是他杀了人 而不是他到过现场附近 赵法医说 你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他到过现场的楼道 但是不能肯定他杀了人 是吗 是的 我沮与丧地说 如果是现场房间内提取到他的血 或者在现场外 楼道地面提取到他和死者的混合血 都可以确定 是他杀了死者 但是只在现场外楼道 提取到他一个人的血 就不能确定他杀了人 律师可以说 是他到过现场楼道 鼻子流血了 那不是讲词多理吗 赵法医说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调查反映 洪正者和死者 没有任何来往关系 他不可能跑到离他家 那么远的现场 还恰巧在现场楼道里流了鼻血 最关键的是 洪正者的右手虎口 确实有一处新鲜的刀伤 和我们推断的完全相符 这还能赖得掉吗 我怂怂肩膀 说 律师可以说 洪正者既然和死者没有来往 为什么要杀他呢 赵法医愣了半天 问道 那怎么办 现场冲进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和赵法医回到了中心现场 我们开始模拟凶手 和被害人当晚的动作 我让赵法医站在沙发和墙壁的夹角处 我站在他的对面 模拟拿着刀筒的 我说 你看 我这种姿势拿刀捅你 导致自己的虎口受伤 受伤后 我会继续拿刀捅你 这时候 我手上流出的血迹 应该 我在自己虎口处滴了几滴水 然后继续挥动手臂 模拟捅人的姿势 手上的水迹因为惯性作用 被甩落在地面上 我指着地上的水迹说 好了 把水迹周围的血迹都提取一份 我之前说过 凶手虎口受伤 那里血管丰富 肯定有不少出血 这些血没有被提取到 是因为现场的血迹太多了 提取到相对少得多的凶手的血 就会很难 但用这种办法 我就不信提不到他的血 好办法呀 赵法医说 这可比大海捞针 准确率高多了 我们提取了16份血迹 急送地黑黑实验室 然后回到专汉组 静静地等待 时间缓缓地流逝着 我的心里 七上八下 究竟能不能 一招制敌呢 忐忑的心情 很快被化解了 因为地黑黑实验室 传来消息 真的在这16份血迹中 检测出了 红症症的血 好 许之队拍桌子喊道 这次不怕他不交代了 我要给地黑黑室寄宫 虽然许之队 把功劳给了地黑黑室 但是我和赵法医 并不感到委屈 因为我们追求的 并不是那些虚名 我们追求的是那种 无法抑制的成就感 我默默地回到了宾馆 睡起了大觉 相信明天一早 就会传来 红正成认罪的喜讯 果然 红正正在铁的证据面前 低头认了罪 他承认自己持刀杀害了杨峰夫妇 却一直说不清杀人的怼气 而且坚持 凶手只有他一个人 许之队不得已 又把我请到了专案组会议室 商讨解决的办法 我问 红正正当晚穿的是什么衣服 黑色T恤 侦查全说 那我们现在 就要去找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 我信心十足地说 红正正说不清楚杀人动机 我觉得 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动机 有动机的人 是他现在正在极力掩护的人 看来你判断两人作案的可能性 真的很大呀 许之队对我 又恭敬小家了 那么下面 我们继续从家长开始查起 主要是分两个组 我说 第一组 查红正正和阳风班上的哪名家长有过来往 第二组 找阳风班上的小学生谈话 找那些比较聪明伶俐的孩子谈 注意 谈话的时候 要有老师或者家长在场 另外 我有个请求 如果第二组同志 发现有什么情况的话 及时告诉我 我想参与谈话 许之队点头认可了我的安排 两组侦查学 迅速开展工作 我一直认为第一组 会很快查出问题 但是事与炫慰 经过半天的工作 第一组侦查员反馈的信息并不多 原来 红正正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厅堂了 他在案发当天才刚从外地归来 而且他从来都不用手机 连通话记录都无法查找 那就继续查呀 这几十个孩子的家长 有没有谁去过 红正正在外地打工的地点 有没有谁 一年前和红正正有过来往 许之队在电话里 发起了火 这需要时间呢 侦查员在电话那头 委屈地说道 许之队别急 我说 说不准第二组 那有什么消息反馈过来呢 我的话信刚落 许之队的电话再次响起 第二组 真的发现了情况 正当我赶到红旗小学教学楼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她窃窃地靠在母亲的怀抱里 正在和一名女民警谈话 我默默地走过去旁听 你说 小青是你的好朋友对吗 女民警问道 小女孩点了点头 那如果小青被欺负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阿姨呢 女民警温柔地劝说着 小女孩欲言又止 沉思了一下 问道 那杨老师会不会知道 是我说的 看来这个小女孩还不知道 他们的老师 已经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们说些什么了 女民警说 阿姨向你保证 今天我们的谈话 只有你妈妈 你 我 和身后的这位叔叔知道 好不好 我暗暗鄙试了一下 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民警 因为她的这个保证 肯定是个谎言 漂亮女人的话 真是不能信呢 我心里这样想着 暗自想笑 可是小女孩看了我一眼后 说 那 那也不让这位叔叔知道 行不行 叔叔在这里 我不好意思说 我隐隐地觉得 我可能猜到了真相 于是直去地躲到了门外 从光明正大的谈话 转为借听 事情 是这样的 小女孩吞吞吐吐的 开始了她的叙述 前两天 下午自习 小青被杨老师叫去办公室 过了一节课 小青才回来 她坐到我旁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不太对劲 她全身都在发抖 脸色苍白 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 她只是摇头 偷偷地哭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她拽到教室外 我们经常谈心的地方 然后 她就告诉了 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你别怕 慢慢说 美女民警说道 她趴在我身上哭了好久 才告诉我 其实杨老师 已经欺负她很多次了 卧槽 强奸幼女 每次听见强奸汉 都会急火攻心的我 在门外握紧拳头 暗自骂了一句 披着老师 披着琴手 欺负是什么意思呢 女民警还在往下问 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了 大概知道个意思不就得了 小女孩沉默了一会儿 说 她说 她说 她说是杨老师 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 抠她下面 门口的我 沉默地握起了拳头 女民警刚咳咳了一声 说 那后来 你怎么和她说的 我叫她告诉她的爸爸 让她爸爸来打这个坏蛋 小女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你见过她爸爸吗 你怎么知道她爸爸能打得过杨老师 女民警的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有水平 一是探一探杨风 有没有可能认识小青的父亲 二是打听一下 小青父亲的来路和特点 没见过 小青妈妈死了 她爸爸好忙 每次家长会 都是她爸爸店里的阿姨来的 小青真是可怜 小女孩带着哭腔说道 不过 小青和我说过 她爸爸以前是武警 大家特别厉害 我朝着女民警招了招手 示意她停止谈话 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已经足够 无需再给这个无辜的孩子 带来心理负担 女民警安慰了她几句 转身离开 和我一起 赶放市局 动机真的查出来了 许支队非常高兴 马上把这个乌乌 请回来问问情况 小青的父亲 同时查她和红政者的关系 许支队 我想要上搜查令 我说 既然我们都猜到了 她可能是凶手之一 她当晚可能穿的是白色T恤 为什么不去找找看 她这件白色T恤上 有什么证据呢 拿着搜查令的我 边走边听侦察员 介绍小青家的情况 小青是单亲家庭 父亲吴吴 是武警退役军人 现在自己经营一家小店 小青的母亲在数年前 就因车祸身亡 小青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名 武武也把女儿 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刑警支队已经做工作 让武武店里的一名女店员 先行一步把小青带离家里 怕她看见自己父亲 被抓走的情景 我看着警察把表情非常从容的武武 带进了警车 然后和赵法医走进了武武家里 搜查工作并不困难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件 带有几个点状褐色印记的白色T恤 依照我的经验 这褐色的印记就是没有洗干净的血迹 几个小时之后 白色T恤的检验结果终取出来了 正是洪正者和女死者的血迹 武武被带到刑警队后 没有做任何抵抗 直接交代了全部汉情 原来 七年前 武武和他的妻子乘坐大巴回丈母娘家 和他们并排坐着的 是一名十几岁离家出走的小男孩 大巴在行驶过程中突然侧翻 车上的乘客大都受了伤 现场乱程戏团 武武的妻子应该坐在窗边 被破碎的玻璃隔破了颈动脉 当场就去世了 而坐在另一边的小男孩 因为颈部受压严重而窒息昏迷 武武救不回自己的妻子 强忍悲痛 用自己在部队里学过的急救术 对小男孩进行心肺复苏 最后终于救醒了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就是洪正正 七年后 洪正正返乡行逛的时候 偶遇武武 一眼就认出了他 了解当年的事情 武武不禁老泪纵横 两人也算是经历生死的忘年交了 聊了半天 意犹未尽 洪正正便买了酒 到武武家中畅饮 酒过三旬 小青放学回家 向父亲哭诉了杨风 对他进行吻歇的经过 武武当时差点气晕了过去 洪正正也是义愤填膺 借着酒劲 两人决定去讨个说法 武武考虑到杨风不认识他 可能会给他吃闭门羹 就带上两瓶五粮液 决定以送礼为借口和诱饵 先进门再说 到了杨风家 武武谎称是小青好朋友的家长 骗杨风带他进了客厅 当武武告知杨风自己的真实身份后 杨风大惊 躲到沙发和墙壁的夹角处 而此时 洪正正早已利刃在手 于是冲上去救头 武武本是来找杨风讨说法的 如果杨风不认账 就打他一顿解解气 没想到洪正正居然上来就动刀 这个同样有着坎坷经历的小伙子 居然用这种办法来报答自己的恩人 殊不知 这正害了他的恩人 武武被洪正正动刀的举动惊呆了 而此时杨风的妻子听见动静下窗查看 看见杨风满身是血就尖叫起来 武武心里害怕赶紧冲过去捂他的嘴 此时杨风已经失去抵抗能力 洪正正见武武正在和女人搏斗 就跑过来给了女人一道 拉着武武的衣服 两人一起离开了现场 真的被你说中了 听完武武的交代 赵法医说 杨风其实很清楚 另一人就是小青的父亲 但是他存在侥幸的心理 认为自己能活 他若是能活着 就不能把这种丑事抖出去 不能坏了他全是优秀教师的容许 他要误导警察破不了案 即使自己吃个哑巴亏 也总比一辈子被一个衣冠禽兽的名声讲 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快死的时候 他一定后悔自己说了话 所以才会说出什么黑衣服白衣服 那时候他想说出实情 已经力不从心了 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 虽然破了案 但是我的心情仍是无比郁闷 我没有说话 赵法医接着说 别郁闷了 我知道你想什么 我都迷茫了 到底谁才是好人 谁才是坏人呢 黑许白 一指之隔 一念之差而已 我转头对许之对说 就是可怜了那个小青 希望政府能想一个好的办法照顾他 别让他侮辱歧途 要让他好好地成长 等着他爸爸出狱 还有 要让他知道 他爸爸虽然犯了罪 但并不是坏人 有声小说 法医秦鸣 无声的证词 第二章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